花蓮市清洁队推动无烟纸厂在113年度与花蓮市卫生所合作 规划系列活动并举行宣誓以及联署大会 市长魏佳燕卫生所护理长唐慧芬还有清洁队长吴沁展 以及清洁队员17名戒烟者都出席了 立志要战胜打烟重获无烟新神 花蓮市清洁队去年获得花蓮县无烟纸厂竞赛第二名营造奖的佳姬 今年乘身追击继续举办系列活动要拒绝职场烟害 并且举行烟害防治打造优质无烟纸厂的宣誓大会 由市长魏佳燕率领清洁队伙伴们共同来联署 从自身开始做起要逐步达成理想目标 确实在当先议员的时候我想说就戒掉了 因为那个烟其实真的是我自己气管不好 那气管不好其实很容易晚上就一直咳嗽 那咳嗽的部分那如果天气又比较冷 那又流汗可能会造成气喘的这部分 所以在当时我就一然绝然就把烟戒掉了 那现在我是连闻到烟味我都不想闻到 所以我想我都能戒掉了真的要拜托大家 那如果有机会就请大家把烟戒掉 那我也很开心这次我们公所17位报名 我也希望说17位都能成功 那我们在职场上也希望说大家不要抽烟 也希望怕会酿成一些災害 那你抽烟如果没有洗掉 万一就丢到垃圾车或是丢到哪里 造成火苗的一个助长等等 那可能都会危害到我们早上讲的公安的一个安全 那还是在这边要很多大家 我们把烟戒掉然后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华联市清洁队总共有164人 吸烟者比例大概有适成 其中17位人员5月份就加入今年度的戒烟计划 因此活动开始前 卫生所人员也为他们实施一氧化碳检测 要确认大家戒烟进度都有确实跟上 清洁队长吴庆展表示 花联市清洁队陆续举办烟害防治宣导 X光健康检查 无烟职场宣誓大会 还有体势能有氧运动 邀请队员一起来参加加入戒烟行列 在7月份也会安排成功戒烟的队员 来分享经验进行卫教讲座 介入会欢事报道